我是跟皇后一同长大的婢女 她生不出孩子 把我送到了皇帝床上 十个月后 皇后产下嫡子 而我被她和皇帝 以挥乱恭维的罪名处死 重来一世 皇后如愿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可惜 她成了我的儿子 啪 透过珠帘 我看到刚才进去奉茶的小宫女 正贵在皇后跟前瑟瑟发抖 佩兰和我对视一眼 没得主子的示意 我们并不有所行动 皇后愈发暴躁了 尤其是来问月事的时候 这意味着她没有怀上龙胎 皇后七晚赢 端庄书正 可唯独在子嗣上犯了难 第后二人是少年夫妻 皇后十五岁时 便嫁给了当时的皇太孙 到如今入主中宫 不多不少 刚好十二年 十二年来 皇后无所出 陛下早年破于太后 开始那非 可惜膝下依然无似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皇后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 里头传了话 让我与佩兰进内 妻夫人的目光 在我们二人身上来回扫尸 然后缓缓开口 清代佩兰 你们二人是服侍娘娘最久的 眼下娘娘子嗣艰难 后宫那些家里都卯足了劲 想要诞下长子 娘娘为此忧心不已 你二人可愿替娘娘解困 若有愿意的 日有荣华富贵 必不会少你 荣华富贵 我看是香火元宝 因为我昨天 重生了 上辈子的我 见夫人和娘娘 为此忧心忡忡 心里也不是滋味 但是我知道 若我做了陛下的嫔妃 必会惹娘娘伤心 彼此生出嫌隙 所以并未应下这差事 没想到 夫人走后 娘娘亲自找到我 竟然要给我下跪 清代 本宫从出生之日 便享受荣华富贵 不知是不是前世作孽 乃至今是子嗣元宝 你若肯结我的燃眉之急 我日后必有重报 我无奈 答应了他 保证生下皇子后 就出宫则已小成终老 当我顺利怀孕后 他与陛下对我关怀备至 为妨我感染十亿 将我送至行宫待产 结果十个月过去了 我艰难生下皇子 见到的 却是宫内的侍卫 他们以会乱宫围的名义 抢走我的孩子 杀死了帮我接生的婉婆 宫女和所有知情人 当然 也包括我 没想到老天是公平的 不忍见我亡死 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怎么都不说话 妻夫人有些愤怒 清代 要不是我欺嫁给了你这口饭吃 你现在还在西班卖义呢 佩兰 你是家生子 我们带你和你爹娘不薄吧 佩兰咬着唇 低头不渝 我扑通跪倒 奴婢愿为娘娘笑死 妻夫人满意的朝我笑了 皇后却还只顾着抹泪 娘娘 那你便准备着 让这丫头半嫁吧 妻夫人嘱托道 皇后无奈同意 我的娘娘 我的小姐 把自己的夫君 推给别人的滋味 不好受吧 别担心 这样不好受的日子 以后还多着呢 皇后让佩兰陪着我下去 为我沐浴装扮 她替我擦拭着身子 问道 你为何要替娘娘去事情 身功臣服 谁也不是人畜无害的小白花 只是佩兰前世明白的道理 我还要重回一遭才能参透 皇后带我们在亲后 也是主子 主子就是天上的云 我们做奴才的是地上的泥 奴才跟主子讲情分 可笑不自量 身功之中 我们做奴才的低贱 若我不愿意 娘娘也有法子让我愿意 我知道 佩兰心里也有此担忧 何况她的爹娘还在欺甲 若不是我舍生取义 估计她就要开口了 她现下既担心我 又感谢我 我们是陪着皇后娘娘一起长大的 但是身份有别 自然是我俩更为亲近 想到前世 她在我生产之日被杀 不禁恶腕 佩兰 若你还当我是好姐妹 便帮我一个忙 我握住她的手 诚恳嘱托 今晚要将太后引来 前世我半推半就 皇后怕我临阵脱逃 让我与陛下饮下欢情酒 完事后我被封了个最低等的才女 受尽嫔妃耻笑 本家老爷是太师 可惜 虽然七家门地轻贵 但到底不是世家 几代单传下来 要选个族女进宫都难 因此 七夫人才会选中 我们两个毫无根基的丫鬟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 果然和前世一样 娇媚可人 晚膳之后 陛下来到凤一宫 皇后拿出夫人准备的欢情酒 事后陛下引下 陛下与皇后抗力情深 是不会答应 宠信皇后宫女的 因此只能用这方法 酒过三巡 陛下已经醉了 我主动搀扶着她来到偏殿 静候时机 太后驾到 听到门外尖锐的喊声 我连忙跪在了地上 奴婢给太后请安 主子笨 奴才倒还机灵 太后瞟了我一眼 没有发落的意思 只是吩咐道 还不快为陛下解酒 我起身去拿小米粥 小口小口的 喂进陛下的嘴里 太后满含怒气 拖着老腰 坐到了凤椅上 怒斥皇后心思不正 竟不顾龙体 给陛下下药 笑道大过天 皇后纵使是尊贵的后宫之主 此刻也怂得跪在地上 磕头谢罪 没了以往陛下的袒护 她显得格外狼狈 儿媳一时糊涂 住下大错 请母后恕罪 抓到了儿媳妇的错处 太后很是得意 眼下皇嗣凋零 你身为中宫 本该劝谏皇帝 雨露君瞻 结果却惯了要 让身边的宫女服侍 莫不是想离貌换太子 临朝称致 母后 儿媳绝无此心 皇后辩驳着 我看在眼里 明白 这是太后的御家之罪霸了 七万银哪有那个本事呢 她只想和她的亲亲皇帝 长相厮守 真正临朝称致的 是曾经的太后 所以我必须要抓住太后 这根救命稻草 去正阳门前跪着 罚一年凤 无令赞不得出凤一宫 杀人诛心 正阳门 历朝远佩迪后 大婚时的必经之路 皇后虽然是从太孙妃做起的 但陛下爱重她 登基后 特允她从正阳门进宫 这样的羞辱 远远超过其他 至于我 被太后调到了狱前 我看在皇后 一开始还离花带雨的脸上 浮现出怒意 她猛然抬起头 眼神英智 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 我知道 太后收到了我的橄榄枝 但她需要考验我 我虽然到了狱前 但日子过得 还不如再奉一宫 陛下动辄长嘴 罚柜 还将滚烫的茶水 拖在我身上 我知道她恨我 恨我让她心爱的皇后受罚 宫女内侍们 也对我冷嘲热讽 听说佩兰在皇后面前 帮我求情 也被罚长嘴二十 我们在夜里见面 拿着药膏 小心翼翼的 替对方瞳抹 还好只是烫到了一点点 若是伤了脸 佩兰小声抽气着 握住我的手 若是伤了脸 陛下估摸着 就要以毁容者 不宜建军为由 打发我去新者库了 我看着手上白色的药膏 心中犹如有奸 宫女的日子 太难挨了 我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看我报仇雪恨的那一日 这日 魏王来了 魏王难公正 与皇帝同为太后所出 二人感情颇深 近年来 因皇嗣一事 陛下与太后这对母子 多有不睦 太后一面催促皇帝 诞下皇子 一面也起了 胸中低级的心思 对魏王多有偏爱 她总是爱着玄色的衣服 但因为人生的俊朗 一点都不显得老气 跟长长皱眉 喜怒无常的陛下相比 她总是笑意盈盈 为人和善 即便是我们这样身份的人 朝她行礼 她也会奄然一笑 微微汗手 上一世 我认为她简直是 如清风凝月一般的人物 可那一厢情愿的情愫 还未发芽 我便被皇后送到了龙床上 成了才女 从那以后 我看她的眼神里 只有落寞 我不再奢望她的回应 此刻 她正在我前方 与陛下对弈 清代 似乎是皇嫂身边的人吧 怎地 皇兄连这也要夺爱 听她提起我 陛下有了怒气 母后的意思 什么夺爱 好好好 臣弟失言了 魏王举手求饶 那既如此 不如让这丫头跟我走吧 魏王二十有五 但一直想过 自在淡泊的日子 不肯成家立世 我颇为意外 对上了她的眼光 她只是朝我笑了笑 给了我一个放心的眼神 我没想到 陛下断然拒绝了她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内侍进来禀报 启禀陛下 承贵妃来了 承贵妃 太后的远房侄女 自小随父亲 承大将军远走北江 回京后 却对陛下一见倾心 求着太后 也最盼望为陛下诞下长子 但她宫中的那盆 西域齐花 已经彻底断了 她当娘的念想 承贵妃进内 在陛下面前 隐隐下拜 又与魏王见了礼 魏王拾去地告退 陛下不耐烦地 看了看底下的女人 无视了她城上的精美典型 然而承贵妃却丝毫不在意 依然自顾自地说着话 陛下 国丈夫人上问安的折子 内侍再来禀报 我伸手接过 承给陛下 陛下阅读后 却脸色一变 而后 她的目光 却忽然在我身上停住 说道 传指 御前功女清代 风才人 住家福店 陈贵妃的脸上浮现出怒涩 我跪下谢恩 虽然不知究竟为何 但也大概猜到了几分 妻夫人为我向陛下求了位分 我的本性 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们叫我于才人 当晚我真正是寝了 陛下并不温柔 与其说是在开枝散叶 不如说在泄粉 我紧紧咬着嘴唇 一声不吭 事后 我被灌了一碗婢子药 但我得到了太后战队的入场权 一日后宫聚会 仲嫔妃在嘲笑了皇后一番之余 想起了坐在角落的我 咱们皇后娘娘为了皇嗣 可谓是剑走偏锋啊 只是不知怎地 选了身边不通六议 不知四叔的婢女 我还未开口 陈贵妃便替我对了回去 赵美人此言诧异 国账大人是太师 皇后娘娘的家门是书香门第 便是披柴烧水的粗屎婆子 也是会识文断字的 我宫里书房上的那幅愿我如新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的字 也是她写的 赵美人要不抽空来指点一番 她这话也不假 在契价时 无论再累 我都会挤时间来看书 我觉得 看书能让人明视里 懂是非 我还爱看医书 想着以后有机会托吉 去做个女大夫也好 我不会忘记 是皇后和陛下折断了我的梦想 让我命丧皇权的 我心下惆怅时 看见陈贵妃朝我笑了 她悄悄告诉我 不要为这等拿鼻孔看人的家伙生气 她还把贴身侍女星月送给了我 我很好奇 我或风才人那日 她明明也有不愤 为何又忽然对我这么好 星月给我包葡萄的手 顿时愣在了半空中 片刻后 她告诉我 陈贵妃虽然自幼爱慕陛下 但进了宫 一直牵合礼让 从未做过争风吃醋的事情 不愧是武将之女 颇有几分侠肝一胆的气概 哎 男女之爱究竟为何物 如皇后一般 爱得不愿让其他人染指 如贵妃一般 爱得飞蛾扑火 不求回报 我是不太懂的 陛下没有再找我事情过 于是我自然也没有身孕 于我而言 这倒是好事 我很爱我的孩 但不想因此丧命 好吧 虽然我依旧无法确定 承贵妃的善意从何而来 但我却有些贪恋与她的友谊 有时候 比起陛下 我更想见到她 因为在皇后身边时 她从不会对我那样温婉而又谦和地笑 承 殷学姐姐 我依照她的要求 对她改口 姐姐宫里的这盆西域奇花 真是好看 承贵妃笑得娇羞 陛下遇刺之物 哪一件不是顶宝贝的呢 我继续小心试探 可是 西域多荒漠 这花香有益 未必适合咱们中原人的体质 姐姐既然想早日为陛下延绵子嗣 还是要万事谨慎些才好 承贵妃拿起茧子 来到花盆旁 修剪起了枯枝败叶 我和陛下的子嗣 不劳妹妹操心了 我自由打算 她没有再看我 我生怕让她不喜 从那以后 没有再提 我相信凭借她的聪慧 不难听出 我有弦外之音 但她如此会莫如深 我也实在不解 夏日炎炎 陛下顺势解了皇后的禁足令 带着我等嫔妃 去了行宫避暑 安顿下来后 佩兰借着来送兵的名义见了我 她心疼道 夫人之前来了家书 希望娘娘向陛下举荐你 将你收为己用 娘娘发了好大的火 撕了家书 没想到 夫人执意上了 请安折子 求陛下封你为才人 娘娘更是怒不可遏 后来陛下亲自来 说她给你赐婢子药 娘娘才消了气 我宽慰了她几句 消气 恐怕也是暂时的 皇后一向心气高 无用的我让她 受了这样的七尺大乳 她绝不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于是 她和太后一样 选用了醉猪心的法子 离音阁内 台上的戏子浓妆艳魔 水秀起舞 演着一出木桂英挂帅 但我依然能认得出 那是我小时候待过的戏班 我父母死后 沦为乞丐 班主倒捡了去 给了我一口饭吃 却实实打骂 七岁之前 身上没有一处不是亲子的 时至今日 我看到她 仍无法心如止水 李昭仪举着酒尊 看向我 于才人 本宫知道 你在敬我七府之前 出身林园 不如今日也一改红妆 上台唱一曲 为大家助助兴 李昭仪是皇后最忠实的狗腿子 皇后故作不忍 陛下 于妹妹已经是地妃了 怎可轻易登台呢 但是说话间 戏服却已经成上 陛下也帮腔 无妨 能让皇后高兴 是于才人的福气 我推诿不得 硬着头皮上了台 班主似乎也认出了我 我手中的红音枪 轻飘飘的 即便是枪头 也并不锋利 宫里有规矩 他们不能代价入宫的 但班主手上的 却是一把货真价实的红音枪 杨武郎与木桂英的这场打戏 我很有可能 无法活着下台 今日他不死 便是我死 若我现在怯懦 必将命丧枪口 于是我只能尽力 往戏台中央移动 正对台下地后二人的座位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顺势利用我身材娇小的优势 小心闪躲 但这网夫仍然招招要我性命 他在害怕 害怕我若将往事说出 他小命不保 可笑 难道皇后会留他性命吗 打戏将至 彼此的耐心都即将消耗殆尽 我已经被逼到了戏台边缘 他急得满脸通红 静止将红音枪朝我刺来 我侧身一躲 红音枪竟然直直朝陛下刺去 这场面虽然如我所愿 该杀陛下也是雷霆震怒 直接将班主推出去斩首示众 然后去安抚他怀中 因内疚焦急而痛哭的皇后 有正在 正在 皇后无事别怕 这般亲密之言 令大家闺秀出身的众嫔妃们 颇为尴尬 我则与卫王对视着 心里有些异样 那样的机敏 果断 还有矫健的身手 绝对不像是一个 闲云野鹤的王爷该有的 他有实力 只是在韬光养晦罢了 凉亭内 我以茶代酒 谢了他 殿下好伸手 否则臣妾估计要向李昭仪 哦不 李充容一般被责罚了 无妨 你是母后的人 他盯着手中的折扇 并不看我 为了掩人耳目 他还特意装作 手受了伤 找太医开了药 但我刚才瞧见他 还能熟练的转扇 便知他伤情不重 这时星月来通传 才人 陛下今晚召您事情 我联手朝他告别 那臣妾先行告退了 魏王在我身后叫住了我 世家贵女 多善诗词歌赋 琴奇书画 对这种三较九流的玩意儿 嗤之以鼻 于才人的离原扮相 很难不让人耳目一心 长久如此 必能得圣宠 难怪今晚陛下会召我 原来是贤后公嫔妃们 千篇一律 我心里也有了主意 让星月将我攒下的月银 去找了京城青楼 最富盛名的花魁娘子 我银子不够 她只留给我一句话 在踏上如死鱼一般 是没有男人喜欢的 我懂了 女人在床上 可以放荡梦了 在床下在做淑女 其他嫔妃拉不下脸 来做这种逢阴讨好的 狐媚之术 我愿意做 我去离原内 取来一件色 挑染长裙的落神装扮 清理脱俗 荡懒陛下看着我 竟然出了神道 你倒是个有趣的人物 有趣的宠物罢了 我娇称的一笑 臣妾只不过是为了 讨好陛下罢了 我伸手去勾她的腰带 她朗生一笑 第二日 我没有再收到婢子汤 还被进了结余 让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嫔妃们 晒得出了一身脏汗 即便是倪人 也有三分倪性子 我去看了被罚的李充龙 她是伤人女 在皇后的举荐下进了宫 也是靠着抱皇后大腿 才从正八品的才女 做到了九瓶之手的招义 我还记得 前世不仅是她 就连她的胞弟 也靠着皇后这层关系 强卤民女 引发公愤 然而最后却逍遥法外 她如今骤然降味 自然是殷切希望 再得皇后宠信 如今宫中 谁不盼着怀上隆重呢 姐姐既然依附皇后 自然要为她解决这个烦恼 我塞给她一张生子秘方 实际上 那只是寻常补品 你为何帮我 李充龙不可置信 我顺势挤出两滴眼泪 姐姐有所不知 妹妹一介卑贱之躯 得了陛下的宠幸 日日惶恐 身宫之中 除了皇后娘娘 再也无人能护我了 可是 娘娘因往日之事 对妹妹颇有为辞 还请姐姐 帮妹妹在娘娘面前 美言几句吧 我说的有理有据 不难打动她 姐姐 娘娘好 便是你我好 从前为奴为毕时 他们也是这样教我的 万事要以主子为上 哪怕为主子牺牲性命 我曾经身以为然 李充龙和我当时一样 顶多有些小聪明 自己照着那方字 再来一幅 不敢私自扣下 回到自己的阁中后 陈贵妃急吼吼的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为了争夺 帝宠做那样的事 原本秀丽动人的脸 因为愤怒而扭曲得不成样子 这样那样 宫中女子只有一样 那便是争宠的样子 贵妃娘娘 我欺然地望着她 若我既没有宠爱 也没有子嗣 我会被陛下厌弃 被皇后针对 太后也不会再庇护我 正如刚才的李充龙 她替皇后背了黑锅 但降位后 皇后无动于衷 几乎是要沦为弃子 你就一定要为了圣宠 不要自尊吗 陈贵妃很失望 自尊 我很想拥有 但我做不到 我再次说道 娘娘 回去看看宁宫里的那盆细雨漆花吧 陈贵妃顿时变了脸色 她的笑容在我眼里 竟然变得害人 我早就知道了 你不要自作聪明 于清代 我成英雪 绝不会如你一样 坐见自己 她的话真正让我迷惑了 她早就知道 那为何一直留着 她说了 不会坐见自己 那为何要甘愿接受心爱之人 送来的绝子之物 今日是十五 我怀着重重的心事 去向陛下 请求去行宫外的佛寺上香 祈求上苍怜悯 伺下敌皇子 陛下正在信头上 欣然应允 我捐了香油钱 想去抽一只 千问问神仙 却发现 魏王也在 殿下求了什么 国泰民安 太后安康 没有为陛下求子嗣 我们一同去找师父解了签 我问的是身边人的真心 师父看后 只告诉我 假作真实真一假 而魏王问的 却是姻缘 师父道 满木山河空念远 何不珍惜眼前人 魏王看向我 发现我也在看他 前世懵懵懂懂的情谊 在此刻如山红般 倾泻下来 寺庙禅房内 我看了眼前那杯冰凉爽口的清茶 却无比渴望触碰他 于婕于 可愿告诉我 你的本名 我叫于如月 这是第一次 有人问我的名字 在西班里 我叫二鸭 在七家 我叫清代 如月 他握住了我的手 柔身换道 我们本该是一场贪荒的 并非我忠于陛下 而是现在的我 还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把柄 否则必会前功尽弃 重蹈前世之父折 我及时助了手 情到农时的未亡有些 大约是觉得很扫兴 在佛寺内 竟然引起了酒 我也顺势喝了一口 酒很烈 他有些醉意 脸颊飞红如桃花 我听到他在呼喊 如儿 如儿 他是在叫我吗 我不敢确信 回宫后 陈贵妃依然在生我的气 连星月对我也不似从前那般亲吼 陛下宠信旁人 他的妒意只是转瞬即逝 而我卑微地讨好陛下 却让他闷闷不乐这么久 他是在乎我这个朋友的吧 是吧 于是我主动卸去装发 来到他宫外的鹅卵石地上 朝他请醉 夜凉如水 我的膝盖隐隐作痛 曾经的我无数次向人下跪 不甘的 胆怯的 但这次 我真心不愿失去这个好朋友 不多久 我看见他披着头发 穿着单薄的紧衣跑了出来 月光下 他的眼眸透亮 似乎有泪水在打转 他抱着我说 即便你做了什么事 我也不舍得不理你太久 何况 是为了男人的事 我扑斥一笑 将披衣脱下 附在他身上 我心想 这算是和好如初了吧 次日 他抱着琴 在梁亭里等我 说要教我弹琴 我看了看 我粗糙的手指 甚至不敢放到 这价格不菲的古琴上 陈贵妃笑着拉起我的手 拉撒着我手上的老茧 这首叫做《相思曲》 是一位诗人 思念心爱的行手所创的 你弹琴时 要心静 心里要想着私慕的人 私慕的人 我一想起陛下 只会有恨意 和弹琴爱呢 但是 魏王可以 他温和地笑 如春风拂面 可以让我平静下来 我正想欣喜地和他分享 告诉他 我没有让他失望 我做到了 却看到 他看向了梁亭假山旁的那道身影 他嘴角不由自主地带了笑 指尖 也放缓了不少 那人是魏王 秋日将近 回宫之前 皇后处传来了天大的喜讯 他有了身孕 与此同时 我发现 我的月事也许久未来了 皇后绝对不允许 我在此时抢她风头 太后即使为我指了条明路 她大大方方 请来太医 太后算难过 闲来无事 和老宫女们聊聊天 在撸撸他们养的油光水滑的猫 星月时常将魏王和陈贵妃的书信递给我 我有些惊讶 贵妃娘娘她 都是太后的人 又何须介怀呢 贵妃娘娘是真心把你当做朋友的 朋友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叹南 冷宫里的日子还算舒心 只是有位老太妃 似乎很瞧不上我 她神志不太清醒 时不时犯迷糊 并且整日里抽着水烟 饮着好不容易才收买太监购得的黄酒 咳嗽连连 我生怕影响我的腹中贪儿 只好婉言劝解 太妃娘娘 烟酒于身体有害 还是少用邪为妙 她听完猛然将酒尊往我脚下一砸 怒道 本宫是你的长辈 晚辈怎可议论长辈的得失 等我来日重回了万安宫 第一个惩处了你 老宫女们一面笑她吃傻 一面赶紧来将我搀扶离开 他们告诉我 她也是宫女上位的 可惜得罪了当今太后 被罚到了这里 他们也惊讶 我俩居然没有同病相怜的情谊 她真的吃傻吗 不尽然吧 毕竟她多年来的心愿从未改变 回万安宫 这日老太妃破天荒地 送我几块桂花糕 我放在了岸上 没有吃 防人之心不可无 即便她是一个疯子 我去了隔壁房间借针线 想给我的孩子做肚兜 回来后 却发现一只黑猫吃了桂花糕 已经口吐白沫 倒地不起了 凭几块糕点 太后也无法扳倒皇后 一旦事发 皇后必定将太医院 和御药房中的人早早灭口 到时死无对证 我笑着将糕点中的黑色颗粒挑出 收集起来 日后必有凤还的时机 我临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星月又来了 给我带来好些补品 请转告贵妃和卫王 我是婢子出身 底子好 孕期也不宜进补太过 我看着桌上的山珍海味 哭笑不得 就是因为主子您从前太过辛苦 现在才要进补呀 您可不知道 现在凤一宫热闹着呢 皇后娘娘的母亲 太医们不敢近身查看 才拖到了临盆之妻 其带绕井 那便更利于我下手了 富人生产 本就是就是九死一生的事情 我在冷宫 却也知皇后孕期酷爱进补 胎大难产 几乎是必定的 我让星月带了一副催产药 给李充龙 那药药性凶猛 是我从一本不起眼的骨骑里找到的 药方中最关键的一位 便是皇后一直让老太妃 给我下的紫音笃 我身陷冷宫 全靠你传话了 务必叮嘱李充龙 在皇后娘娘生产危险之际城上 我郑重交代给星月 星月拿着药方 既无奈又不解 你这又是何苦呢 李充龙追随皇后 曾经多次出言侮辱你 我笑着说 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算起来 我们的原集都是沐县的 背井离乡来京城 都是为了生计 能在宫里见到同乡 自然要互相扶持 李充龙久居深宫 常年四乡 我投其所好罢了 可是 前世他不曾顾念同乡情义 星月走后不久 老太妃又来了 还是一样的桂花糕 我不遗余力的 将里头的紫英毒 全部挑了出来 每日装作虚弱的躺在床上 星月在来时 给我带了样窝糕 这是李充龙给的 果然 好人有好报 也亏我和宫里的侍卫相识 不需要我打点通融 不然 这碟子糕点 就要进他们的肚子了 我拿起一块 放在他的手心里 笑而不渝 李充龙在皇后的帮助下 已经赋宠 尝到甜头的人 是不会甘心罢手的 魏王曾经说过 我很会钻研人心 我笑着承认了 我产气将至 太后寻了由头 将我放了出来 没几日 皇后娘娘发动了 果不其然 她疼了一天 也没生下来 叫得撕心裂肺 令人听着都发颤 深夜 宫里上上下下 人来人往 太后陛下都坐镇在凤一宫 连同我在那个嫔妃 都拿着一串佛珠 以祈福之名 聚在凤一宫内 皇后终于熬到了临盆之际 今夜之后 其他嫔妃的议论 皇后哭着要喊娘 陛下不顾阻拦 立刻遣人 出宫请了妻夫人进宫 这这这 这可怎么办 妻夫人也慌里慌张 再无国账夫人的一态 她到底不是医者 只能干着急 夫人老身是稳婆出身 不如 王奶娘话音未落 便被妻夫人 推到了产室里 帮助皇后生产 我还记得 当年我和佩兰 刚到皇后身边 她整日拿着尺子鞭子 跟在我们身后 她告诉我们 人生来是什么命就要认 小姐尊 我们见 我们未来的子女也见 这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宿命 即便有天大的本事 也别想越过自己的出身 因此 我们绝对不能有半点非分之想 小姐功课不好 挨打的 是我和佩兰 小姐掉在你里的糕点 也都是赏给我们的 我冷笑着看着王奶娘 她对主子倒是情真 看不得自己的奶女儿受苦 但她的奶女儿是皇后 肚子里的是嫡子 稍有差池 便是人头落地的大罪 陛下 龙子旗带绕井 赵李英延后产期 推拿纠正 但娘娘骤然早产 若是再生不下来 就要母子巨王了 王奶娘满手是血的出来回禀 什么母子巨王 你个雕奴 一碗一碗的摧产药 怎么不起笑 陛下勃然大怒 往她心口踹了一脚 王奶娘顿时口吐鲜血 倒地不起 众人嫌晦气 无人去理会她 李充荣及时将药方呈上 陛下 臣妾有一方法 或许能助娘娘生产 陛下连忙接过 几位太医想看之后 却连连摇头 陛下 此法要性凶猛 于娘娘奉体有大害 皇后卯足了戾气 在里头大喊 不 陛下 臣妾誓死也要 为您诞下笛子 陛下拿理肯医 直接吩咐了下去 将药方中提到的药材 全部封死 任何人不得取用 众人大惊 帝后情深至此 到了后半夜 皇后的戾气渐渐小了 妻夫人急得直掉眼泪 忽然 皇后心的心腹 宫女玉珠和她耳语了几句 妻夫人似乎是下了大决心 她重重点了点头 而后玉珠趁人不注意 乔装改办 悄悄溜出了凤一宫 我看向她 渡男发现 那是去上阳宫的路 皇后给我下的毒 被我收集了起来 放到了老太妃的柜中 如此显眼 她应该很容易发现吧 娘娘 我为您顺利诞下笛子 可是操碎了心啊 很快 那碗新的催产药 被调配好了 皇帝没有在意 那样漆黑的药物 就连折腾了一宿 未眠的太后看到了 也露出笑容 可是大悲大喜 就在一瞬间 妻夫人和王奶娘惊呼道 来人啊 娘娘血崩了 太医再次于冠而入 进去诊治 最后全都灰头土脸的出来 跪在地上 求陛下恕罪 我拖着沉沉的肚子 跟在陛下身后 去探望满脸泪痕的皇后 她前一瞬 或许还在庆幸 她给我下的毒 竟能在生死之际 帮她生产 如今却气弱由丝 即将作骨 她的一只手向前探着 想再抱抱自己的孩子 却没有力气 当她看到我时 却握紧了拳头 吐出一个字 轻 我顺势跪倒在她的身边 将她的手舒展开来 高声道 娘娘 奴婢身为您的救仆 往日情义 历历在目 奴婢没有一日 敢忘记您的恩情 娘娘放心 奴婢生生死死 都会忠于您和您的皇子 她最后的眼神 既不甘又愤恨 她恨她没有杀了我 恨她没有陪她的儿子成长 她不会知道 前世我死时 也是如此的 我盯着她刚淡下的敌皇子 想起了上一世 那个全身红彤彤的婴孩 我的儿子 我都没有仔细看过她一眼 便被皇后和陛下的人夺去 那个僻静的小院子里 血腥味更浓更重 工人铲破的尸首 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 我来不及说出一句话 便被割破了喉咙 中宫崩逝 陛下悲痛不已 事后 那碗药的药渣 被送到了陛下面前 提议用纳催产药的李充荣 被刺了白灵 去上阳宫 拿紫英毒的玉珠被斩首 王奶娘也被剥及 刺了杖毙 太医院内的几名太医 也被革职查办 包括皇后的心腹太医 给她提供紫英毒的那位 李充荣近乎癫狂 撕扯着白灵 奋力甩开工人的前置 狂妄地叫着 我要见陛下 我要见陛下 我没有错 她险些要供出我 我不顾工人阻拦 靠近她 展示着我手中 那根纹海棠花的银簪 她忽然住了嘴 瞪大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工人看准时机 将她拿下 白灵如同毒蛇 一圈一圈缠绕在了她的脖子上 她不再挣扎 不再喊叫 几乎是慷慨地赴死了 那是她母亲的簪子 她以为我与太后 挟持了她的家人 实际上 我的想法 还并未付诸实践 李家人便自食恶果了 这一世 皇后怀任辛苦 她的包地无人照拂 只能依法收监 她的爹娘 为了就唯一的儿子 变卖家产 可惜皇后已死 蒙在鼓里的七家人 对她恨之入骨 这是即便是 捅到了陛下面前 也不会有逊私的余地 恶有恶报 怨不得人 我看着已经弃绝的她 将簪子插在了她的发际上 回到自己宫内 这场后宫的腥风血雨中 我全身而退 几日后 我认身之七一已到 假装与后宫嫔妃起了争执 然后跌倒早产 陛下依然没有露面 只有承贵妃和太后 来了我宫里 我知道我运气也进不太过 后头那几个月 为了骗过皇后的耳目 又一直装病 生产时是要吃苦头的 所以我不叫不喊 只把力气用在生孩子上 稳婆不断让我用力 星月端来一碗催产药 让我喝下 我只是浅饮了一口 便察觉出味道不对 紫英毒的味道 我可是亲自试过的 我故作疼痛 打翻了药碗 星月要害我 还是承贵妃要害我 我疼得浑身打颤 死死抓着被子 佩兰及时端来另一碗 她在我耳边道 这是我让文太医开的 很有用 我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一口饮下 几个时辰后 我生了一位公主 她浴血可爱 皮肤很白 像冰雪堆出来的小人 哭声红亮 我泪如雨下 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欣喜 我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不舍得让工人抱下 这一事 我不可能再与我的孩子分开一瞬 我们要在这个时间 好好地活着 为账外 太后欣慰地笑了 说我对皇家有功 皇家 是啊 我的孩子 出身皇家 我注意到 成贵妃却是一脸的诧异和失望 因为在皇后丧妻 我的孩子没有满月宴 为表补偿 陛下直接进了我为九瓶之手的昭义 只是在孩子满月这日 太后将我叫了过去 今日 魏王自请去驻守北江 是哀家的意思 太后逗弄着我的女儿 看着我 妻家那位已经死了 留下了皇子 正合哀家的心意 这样一来 即便那孩子不能长成 陛下也会有其他皇子 从前兄中弟籍的事情 是不必考虑了 让他做个偏安抑郁的王爷 也好 我笑道 那太后一定是费了不少心思吧 是啊 要想说 动这小祖宗 可难了 他扮猪吃老虎这么多年 怎么肯放弃呢 不过哀家老了 既然皇帝有后 那便不必再引起动荡 哀家 也不想看到兄弟相残啊 太后放弃了魏王 本来那比买卖 太后就是稳赚不赔的 若是成贵妃诞下皇子 那他就是太皇太后 若是魏王即位 那他依然是太后 现在的结果 虽然是退而求其次 但于他而言 也是一样的 皇后死了 留下个不安世事的皇子 他便是那寒一弄森的慈爱祖母了 我带着女儿 退出了寿安宫 增负佩兰 仔细留意星月和陈贵妃 皇宫中谁都是戏子 比谁更有耐心 更会伪装罢了 好歹我也在戏班待过几年 我可不愿意认输 魏王被贬折离京 去了苦寒之地 不知道这辈子 还有没有机会回京城 有人比我更坐不住 陈贵妃来看 我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事情的机会 却越来越多 我生产时留有疤痕 陛下早已没了兴致 她来我处 是因为我知道 皇后规格中的许多事情 她很爱我讲述 皇后的少女时光 陛下知道的 娘娘最怕雷雨夜 然而有一次 听说有一只受了伤的兔子 在府上避雨 娘娘便趁夫人不注意 亲自打了伞去找 臣妾与佩兰在后面 怎么也追不上 结果兔子也聪明 躲到了假山下的洞口中 实际上 不忍兔子淋雨的 是我和佩兰 她的爱妻 此刻芳魂已逝 陛下在难抑制 两行青泪潸然落下 我让佩兰打了盆水来 服侍陛下梳洗 她不动声色地 朝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 星月绝对有问题 只是陛下在此 她不敢妄动 那我便等 一个月后 我的孩子偶感风寒 这是个引蛇出洞的机会 我说 公主夜里发热 啼哭不止 我心疼得整日整日不合眼 亲自熬药 家府店里的工人 都围绕在我们母女身边事后 除了佩兰 不多久 外面一声巨响传来 侍卫们压着星月 进入内殿 娘娘 此人胆大包天 偷到宫内财物 是否要立刻处置了 星月死死咬着嘴唇 不抬头 我一把拽下 她死死护着的包裹 发现里面是书信 星月 你对救主 很是忠心 我拿着从星月处缴获的书信 去找陛下 陛下冷戴六宫 但对我 却还是和颜悦色的 但我这次要说的 是卫王在北江拥兵造反的事 他反反复复地查阅这几封信 同样诧异 很快 陛下查明 卫王在北江撕造龙袍 尾臂 结党营私 企图联合成贵妃的父亲 携手谋反 卫王的首级 被送到了寿安宫 太后颤颤巍巍地打开那深褐色的盒子 吓得跌坐在风座上 掏出帕子 眼面哭泣着 我想上前两步看上眼 又止步了 那样的人 不值得我为他脏了眼睛 母后 你要记住 是你害死了你的小儿子 陛下冷笑 我们兄弟在你眼里 不过是你继续临朝称职的工具 你对我们 何尝有过半点母子情义呢 朕爱婉莹 朕不想和城市生子 朕无数次求您 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你不肯 你执意要扶持魏王 后来婉莹死了 留下皇子 你又放弃了他 辛苦他筹谋半生了 我跟着陛下走出寿安宫 听着太后的嚎啕大哭 陛下 城大将军也已经伏法 臣妾敢问 城贵妃如何处置 陛下没有看望 身边工人一律仗杀 他幽禁上阳宫 也算是全了 针对太后的孝心了 一律仗杀 侍奉了他多年 为他传递消息的心悦 自然也没能幸免 他在被拖走前 拉扯着我的衣裙 求我和陛下赦免他 娘娘娘我求您 看在我也跟过您的份上 向陛下求个情吧 我 我什么都可以告诉您 我只是跟宫内的太监侍卫相属 才被他要求传递消息的 吐死狐悲 做奴才的 不过是因为有兴许价值 被主子利用 和前世的我 一样 我轻轻点头 问了他一个 我一直不解的问题 陈贵妃宫中的西域奇花 然后我去冷宫看了陈贵妃 我曾经的朋友 他得知魏王和父亲的死讯 一夜白头 如今苍老得像老狱 我太小看你了 于清代 我擦擦凳子上的灰尘 坐到了他身前 阴雪 不把人当人 是会有报应的 星月在被仗毙前 希望我替他求情 他告诉我 你跟随父亲在北江 曾被刘寇袭击 不能承运 所以那盆西域奇花 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他还说 你以为 我的女儿是魏王的孩子 你想让我替你们生一个儿子 然后留子去母 所以让星月乘上那碗催产药 星月依旧是死了 我并未食言 亲自去求了陛下 可惜陛下坚决不肯松口 只答应我会让他的失守回原籍 其实如果只是魏王不爱我 我还可以承受 但他们既然要我的性命 那我便要让他们百倍奉还 他此刻竟然还不相信 你与他竟真的为 我笑道 他给你的书信中 不是说明白了吗 他想在逼宫成功后 先留下我 替你们生子后 再送我鲑鱼九幽 他可比你有耐心多了 你说如果他知道 你并不相信他的话 是否会失望 听了我的话 成英雪懊悔不已 你 你是怎么知道 我真正私慕的人 是魏王 成英雪和魏王演了这么久的戏 如今落败 他很不甘心 我娓娓道来 从你在行公粮亭内 教我弹琴开始 你说我不能以色诗人 要学这些风雅之事 你说奏乐时 要想自己所思所爱之人 当时我看到你偏向魏王 我们相处日久 我看过你对陛下的眼神 二者并不相同 爱意是无声的 哪怕闭上了嘴 也可以从眼神里流露出来 魏王说我 擅长察言观色 那是自然 从前我是婢女 主子一个眼神 我就得知道他的所思所想 他却还在嘲讽着我 于清代 你一介婢女出身 也只会钻印这些下三滥的功夫了 你 你对你心爱之人如此狠心 毫无哑量 会遭报应的 可是 他就是输在了 这下三滥的功夫里 至于什么报应 我可是不信的 我的女儿 是公主 是帝女 她不会像王奶娘说的那样 是一个低贱的婢女了 想来 成家也不是世家 但她却是傲骨争争 我笑曾经的自己蠢 王爷会爱上婢女 贵妃会和婢女做朋友 他们一开始盯上的 只是我的肚子 好在 这辈子我有机会 不至于当真被害死 陛下饶你不死 剩下的日子 你就好好在冷宫里 打水烧水 洗衣煮饭吧 成阴 成如雪 成阴雪 本名成如雪 十三岁时 未必继母明慧 改名阴雪 在佛寺禅房里 魏王醉酒时呼唤的如二 是他 不是我 两个月后的一个静谧的夜里 上阳宫外 火光冲天 成阴雪 不堪冷宫中的凄苦生活 疯疯癫癫 自焚身亡 太后再失忆亲人 几乎是要哭下了眼睛 我奉陛下的旨意 草草处理完她的后事 死了 她和那个老太妃 都死在了冷宫里 我心里 除了报仇雪恨的快意之外 又感觉好像缺少了点什么 空落落的 那都不重要 我告诉自己 我和成阴雪 从一开始就不会是朋友 回到宫里 佩兰来告诉我 妻夫人来了 她恭恭敬敬地 给我和我的女儿请安 一抬头 我才发现 她脸上长满了皱纹 眼睛肿大 原来 她还未走出 失去女儿的心酸 儿子便又出了事 犬子狂妄 当街与人起了争执 大打出手 将人打得人是不行 没想到 那竟是大掌公主的儿子 此刻人已经进了大理寺监牢 若是个平民 陛下自然是会袒护的 但一面是王妻的亲弟弟 一面是公母的亲儿子 让陛下很是为难 她希望我为她的儿子求情 求招姨娘娘 体恤体恤我们为人父母的苦心 不要让我们失去儿子了 我细细思存片刻 将她扶起 提出了条件 本宫虽位列九贫 但出身实在卑微 若是有个好的母家 将来公主也能嫁个好夫婿 其实陛下以主意 我为皇长子的养母 她说 我身上有她亲娘的影子 对她成长有益 只是出身两个字 像做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 妻夫人立刻垂下了眼睛 捏了捏帕子 小生说要回去与老爷商议一番 然后逃跑似的离开了家福店 不出几日 我就等到了好消息 妻太师不顾门声不解 顾力反对 执意上奏 认我为养女 记在妻夫人名下 陛下欣然应允 为我改名妻婉云 我背禁为了淑妃 代长六宫 抚养大皇子 我虽然不是十家女 但也是担得起嫌疏二字的 我在民间 为陛下张罗了不少家人 他们有的像妻皇后毅力的容貌 有的像她明媚的笑容 有的像她玲珑的身段 陛下很快沉浸在他们的温柔中 佩兰说 陛下太不爱惜自己的身子了 我将欢勤的药物 埋在盆栽的土壤里 让人送去给陛下 我摇头道 陛下不惧死 她盼望早些与妻皇后团聚 我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罢了 皇长子长得很快 她牙牙血雨的时候 我让她叫 庶母 可是她却叫了我母妃 我知道 我离我的好日子很近了 皇长子六岁时 被册立为皇太子 此时后宫里只添了三位公主 没有皇子 陛下会为她和妻皇后的儿子 扫除了一切障碍 我知道 凡是倒掉婢子药 以至于怀上男胎的 绝技生不下来 哪怕是冒犯了先皇后的嫔妃 也会一律发配冷宫 我一直在袖手 她们有的自是出身高贵 有的虽出自民间 但也是良人 对我这个从前身为婢女的淑妃 多有不符 常在背后讥讽 我便不去做那好人了 皇太子九岁那年 陛下驾崩 她手里紧紧握着七皇后的奉差 脸上带着田径的笑意 身旁是容貌最像七皇后的郑洁鱼 皇太子顺理成章地登基 我身为养母 被尊为皇太后 凭借伪造的遗诏 临朝称至 朝中几乎没有反对之声 当年魏王与成大将军谋反 牵连者慎重 但是在我的劝谏下 陛下将二人处以了没有痛苦的斩利绝 从魏王府和成将军府中搜出来的信件 也当着朝臣的面销毁 从那日起 我和我义父的文臣集团便收拢了不少人心 彼时 那位太皇太后因为儿子去世 身体每况愈下 我估摸着她也不愿意见到我 便也不去她跟前添堵 只是命人好生伺候 但没想到 她却忽然传召了我 我带着我的女儿去看望她 她正神采奕奕地 坐在同镜前梳着妆 这算是回光反照之相 我与她因利而去 无甚情义 她此刻不想见她的孙儿 反而召见了我 确实让我颇为好奇 你当年 真的要很心告发我的儿子吗 她双手握拳 眼里满是悲愤 立声指责着我 她已经去了北江 你就不能念在往日情义 放过她吗 成英学死前 也这么咒骂过我 从她想娶我性命那一刻开始 所谓的往日情义 便烟消云散了 魏王也好 成英学也好 都是一样的 他们从不对我宽容 我又何必以得抱怨 我讥笑着 太皇太后当年对待仇敌 可是连死这样痛快的结果 都不肯给呢 让那些老太妃 在冷宫内 过着不仁不轨的生活 她砸了茶盏 大骂我放肆 把我的女儿吓哭了 我连忙护住她 比的看了太后一眼 准备离去 她的声音又忽然软了下来 站住 我又望向了她 太皇太后喘着粗气 抚摸着心口 正正地盯着我 你很像一个人 她是一介县令之女 琴其书画 狮子歌赋 鲜少受教 入宫后 也不过是从最末的才女做起 后来她苦心孤义 得到圣宠 铲除一己 替皇帝生下了长子 虽然没有当过一日的皇后 却稳坐了太后之位 只是有一样不如意 那就是她的亲人 仇敌 都离她而去了 话说到这里 我早已了然 这个人 就是您 太皇太后点点头 感慨道 于如月 你比哀家命好 命好吗 或许吧 我只有一个亲生的女儿 背后是妻家 名义上是新帝的亲姨母 新帝长大后 我归正于她 她也不会因此与我生出隔阂 她神情倦怠 我不再多留 一路哄着我的女儿 快不回了仁寿宫 佩兰见状 盲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笑道 她见祖母生病 难受罢了 佩兰这才放心 无奈地跟我说 她即将迎来 和文太医的第二个孩子 恐怕要有段日子 不能侍奉我了 我笑着允了她的休假 恩爱夫妻 儿女绕夕 固然是福气 但是全亲朝野 一时全文完